我叫沈阔 出生于北京 父辈和祖辈都是印刷厂的技术工人 从小跟着母亲上班 在印刷厂里拿着地牛当平衡车 混了就睡在成堆的印刷品上 正是因为这样的生长环境 每天我接收到的都是大量的图片信息 这使得我天生就对这种静态影像 保持着那种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兴趣 随着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让我现在成为了一个专注于影像的艺术创作者 我的创作记录过社会现实 也追求着阳春白雪 曾经花两年跑过中国几十万公里 拍摄荒废的古代建筑遗迹 也用了几年时间观察记录着身边一个特殊的群体 流浪动物救助人 我去过很多地方做展览 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关注 在我的镜头当中 有空气宁静的自然 也有人与动物最温情善意的画面 对我来说 艺术不仅是一种灵感表达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咯 未经许可 glue 我也很想